今天呢,我们晚会的现场呢,来了很多位领导同志 现在呢,我们请国务院副总理李兰青同志 为我们全国的教师讲几句话 今天,人和大家在一起欢聚一堂 共庆我们国家的第十个教师集 第十次教师集,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首先,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 向在座的优秀,老师的优秀的代表 并通过你们向全国的广大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在教育战线默默耕耘,无私奉献 为我们祖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做的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自己今日的问候 同时,也对海内外各界人士 对我们中国,我们祖国的教育事业的支持和帮助 所做的奉献,表示感谢 借此机会 我衷心地作愿我们全国的老师和教育工作者 在你们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贡献 而更大的成就 为我们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同时也祝愿你们家庭幸福,身体健康,工作身体 谢谢